接下来看的是脚步越来越接近的1111 中国道路双11从今年开始分为两波的促销 最早的促销是10月20号就由淘宝开始了 而这个星期四是进入最后重头戏 但由于今年第一次的正式提早促销 现在消费纠纷已经爆发 前一波预购商品付尾款的时候 发现整个买贵了 或者发现在网站上面 这一波商品接近1111被调高了更多的价钱 因此中国的消费者协会发出警告 说双11的促销花样太过复杂 很多商家促销价跟平常已经没有差别 有的算下来1111推出的价格是全年最贵 那么紧盯1111 中国大陆还有一个市场监管总局 祭出八大规范 其中明确禁止商家先提高价钱再打折 报道当中有哭到泪崩的消费者 就为了自己提早起跑而买贵了 一起来看看他们的心声 6月电商促销活动买的东西还没用完 现在双11囤货又堆了好几箱 大陆电商双11即将来到重头戏11月11号 前一波下单购买潮进入疯狂领货阶段 我上时机买了一个耳机买了一个书架 买了十几本哲学书 买了两个包裹一个手机还有一个平板电脑 笔记本一付零食 大学校园里的包裹双发站近期都是大排长龙顺况 有些学生一天要跑个三四次取包裹 这两天每天大概就放700左右吧 是平常的大概就两倍这样 现在我们都是每天三点三点营业部就开门了 凌晨三点就开门让学生取货 大陆双11购物狂热 来自于买家在这段时间祭出超杀优惠 今年为了拉长战线 淘宝天猫第一波预售 甚至10月20号就开跑 但有消费者发现付完了定金 等到付尾款时根本就买贵了 在11月1号到11月3号要付尾款的时候 我算了一下尾款的总价是要付1490块钱 但同时呢我也把这四件产品放到购物车 原价当其实的原价全部勾选 就有一个跨店满减 其实只需要给1410块钱 虽然相差也就人民币80元 合台币300多元 但提早下单以为抢了便宜 却不是 这样的情况更不止一位消费者遇上 眼前就位女孩震撼商家 克服理论 情绪激动 甚至哭了 还有消费者等到付尾款时 金绝商家把价格调高 大陆电商双十一促销优惠玩法越来越复杂 结果买到最后可能一点也不实惠 本人认为就是要简化这个促销的手段 因为我们现在你看每年双十一 它的花样是越来越浓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研究的这么深刻 我觉得在制定法律法规的时候要简化 中国消费者协会更为此发布六大消费提示 其中提到双十一优惠活动复杂 产品量又不起等问题 最关键的是部分商家促销价 其实和平时并无差别 有的甚至是全年最贵 有时候手机会响 然后你还以为有人找你 结果你打开又是那些淘宝发的那些广告信息 一天收到很多那种促销短信 或者说十一月一号那样子 就每天都会收到很多短信 就双十一一直响都不停 除了中小鞋 发双十一消费警示 大陆工信部先前也下禁令 不准商家发双十一促销短讯扰名 现在大陆市场监管总局也出手提出八大规范 其中包括禁止先提价 后打折 必须提高促销行为 公开化更透明度等 双十一现在淡定一些确实是个好事 这也侧面反映了中国的零售行业和中国经济 稳扎稳打的新步调 大陆官方态度不再像过去 强调双十一缔造的内需成绩 要消费者回归理性购物 随着监管规范禁令 一道接着一道 曾经辉煌的销售成绩 恐怕将走入历史 TVBS新闻综合报道